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美金预计会反弹 欧元可能会预计会再下跌 但问题是否有机会再进行 欧元昨天早段是先升 为何我会用图表及节奏 如果要做息事策略 只是为了未来二十多个小时 单以一个很纯粹的基本面去想 很难拆得这么小 如我每天做策略 要多用一些节奏感 会比较容易捕捉到短线的趋势 虽然不能说百分百十十米 但起码容易找到短线的市场机会 昨天欧元虽然做到反弹 亦可以因此令到昨天有少少波幅 但原则上 因为方向不可以说很明显的跌势 只是捕捉它还有下跌空间 所以一定会等它反弹才沽 昨天反弹才跌 给了机会大家再涉进去 但昨天亦算是跌穿了 最低下跌至1.06边 其实现在是1.05的94 所以如果今天去看 亦会预计它还有少少跌空间 但会开始试捕欧罗 因为它已经跌了一段 亦开始接近我们所说的重要支持 阻力位 所以有时我给大家一些建议 有时港的价格可能较远了一点 为何呢 但你发现那些单线我通常都不会改 其实是想提早告诉大家 那里有阻力 所以如果下面买欧元 最好的价格是105的450 日元就古怪了 昨天日元也是横行 最多只可以说 但已经有些收斂了它的下跌趋势 借助美元上升 虽然较弱但实际上跌幅不多 所以今天的日元可能建议大家沽回美元 因为大家有看到 日元刚刚试 过去两个星期 是由1月底的日元低下跌下来 这两个星期最低 做了1.11670 做了1.11618 所以到这位置 建议大家试下沽下去 绑要这样说 去到他又说多次脱欧之后 大家就一定要把绑分开来看 虽然他主要会受美元影响 但实际上 他出来的反应会跟其他主要欧洲货币有很大差异 所以看到昨天也是上落 瑞士花囊一直强调 他用来看美元 结果现在仍然是 昨天因为美元对瑞士上升 但又穿不到星期五的日元高很多 即是美元不太强 所以要慢流 澳洲指 澳洲指 大家要注意这点有点古怪 既然美金会强 澳洲指昨天虽然跌 但在日元高下跌 所以不跌得多 澳洲指是相当强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牵使 一路都说是资源出口货币 大家又会知道 最近很多大行都说大宗商品 全部都说好 铜、铝、铝都说好 虽然澳洲都有铜或其他铁矿石出产 但如果我们根据之前的4万亿次击 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美国所谓的再制造 澳洲仍然有点稍稍 现在又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如果以澳洲指去看 因为美金会下跌多些 可以再买回澳洲指 加指继续 亦是无铃两可 但亦是因为油价问题 加指亦相对偏强 但可能已差不多到位 加指1.30.06左右 会建议大家买回美元对加元 整体上会觉得美金仍然会好一点 但由于它又不会像上年年尾那样大升 所以就要慢慢看 至于详细的价格 稍后再回公司网站 今天的报道先到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